明哥聊太集 只能在走廊里拍 好 那么我们首先还是要感谢各位打赏的朋友 打赏的朋友 好 那么这个非常感谢啊 用户928091651920的朋友 这位朋友打赏了50元 我平常说用户比如说1920就是这位朋友啊 几乎每天都是50元 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就是用户8931068184505 这位朋友 这个用户尾塑是4505的朋友 赞赏了50元 那么下一次我只说用户尾塑 4505的朋友的50元 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呢 叫Patrick Yepp 这个拼他这个不是拼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英文单词 我呢 读得不清楚 P-A-T-R-I-C-K 第一个字 我念Patrick 不知道对不对 第二个是Y-I-P 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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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我的发音呢 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我把字母读出来 这位朋友呢 打赏了50美金 下面它是有一个谢谢或者太极拳training tips 它的意思好像是感谢你在太极拳方面训练的指导的或者是指点 那么这一位朋友呢 Patrick Yepp呢 就是前天啊 我说的那个 我记不清楚它的名字 因为它这个外语字母识 没办法 我只有用这个手机把它拍下来 我给它拍下来 拍下来以后呢 我这样念 好 那么 这是打赏的朋友 非常非常的感谢 这个有的朋友的名字有时候漏掉了 有时候我不认识或者讲错了 这个希望大家原谅 因为我毕竟这个文化水平低嘛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书归正传 今天我们继续聊太极拳方面的东西 那么有一位听众朋友 叫郭海皇 姓郭的郭 海洋的海皇帝的话 郭海皇 他的留言是这样的 纯粹请教交流 没别的意思 请问民歌 既然太极拳是自然的 那么地球上 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 会这种运动方式 比如老虎的攻击 或者只要人类能够学会太极拳 问号 好 那么 那么这位郭海皇的朋友呢 他的问的问题呢 是在生物界 有没有会太极拳这个运动的东西 除了人类以外 比如说人类会太极拳 其他的有没有会的 好 那么我们就来回复这位朋友的留言 这位朋友啊 他正好把怎么样的 把这个太极拳和动物的关系 他正好把它搞反过来了 不是人类会太极拳 动物有没有会的 其实是反过来的 是因为动物 所以人类会的太极拳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先有了动物的运动 才能有人的太极拳的运动 它是关系是这样的 因为在这个人类在刚开始 它的运动武术 它就起源于和动物的搏斗当中 那么在人如毛淫血的时代 人类这个原始社会和动物 争夺食物 把动物杀了吃动物 动物把你杀了 它就是你 那么在这种搏斗当中 那么人类逐渐学会了各种的动作 这个例子 我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石头 原始人他拿一个大石头 他砸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不会把手伸开 使这个石头飞出去 而只会睁大拳头 或者是增强拳头的硬度去斩 那么在实践当中 人类学会了把石头扔出去 打击野兽 而自己由于距离的原因 自己不受伤 那么这就是人类学习这个动作 那么太极拳是一种武术 既然武术的起源于这个动物搏斗有关的话 那太极拳也应该是有关的 为什么这样说 那么太极拳说自然自然 太极拳的自然是从哪学来的 就是从动物的身上学过来的 那么所有的动物 都是太极拳的运动的一个方式 而不是说人类会太极拳 动物有没有会的 而是所有的动物都会 因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动物的运动都是自然的 所有动物的运动都是自然的 那么大家有这样一种体会 什么体会呢 比如说这个一个猫只有八斤重 或者是三四斤重的猫 我们为什么打不过它 你跟猫打你是打不过它 你跟它抓 你抓它 它抓你快 你抓它慢 那么如果是用五十斤或者三十斤的一只狗 你跟它打你更打不过它 为什么呢 它的重量比猫重 并且它比你灵活 那么它的灵活和它的速度是从哪来的呢 那么从哪来 从自然中来 因为它没有那种 人类的那种紧张 它全部是先天的动物 人类呢 就恐惧 人类脑子在想着怎么打 它是在恐惧中间 它不知道用什么动作 它不知道用什么动作 丫狗 猫 老虎 狮子 它们在攻击的动作的时候 攻击的时候 它所有的动作都是天然的 人类之所以发明了太极拳 那么也是试图想回归到自然 因为人类是高级动物 它有意识 它后天学习了很多东西 把先天的东西丢掉 而先天的东西存在不存在 它是存在的 我们把先天的东西拿回来 那么动物比人厉害的 以之一的办法就是说 它的动作是自然的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它的胆量 它在搭斗的时候 它无所顾止 它的胆量比人大 我们在武术界有一句话 就练什么武术练什么 除了练技术之外 还要练一个胆 就是一个胆量 你胆量小的话 你很多东西就受影响 动物既有胆量 它也有自然 它制了两种 结合在一起 所以三十斤 我们一个人两百斤的人 也打不过那个狗 那么今天我讲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凭自己的脑子想的 它正确不正确 我们暂且不说它 那么我们只说什么 我们练太拳要追求自然 我告诉你 我们走路行走坐卧 结太极 我们打拳的时候 不要用意 要自然 那么你听到明哥聊太极的这么多的练法 都是把自然找回来 那么很多人觉得 啊明哥讲的非常对 按明哥说的 练练的就非常舒服 非常好 这就行了 至于这位郭海黄先生说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它是一个理论问题 它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而明哥聊太极说的是 不谈理论 谈时不谈时 不谈理论 只谈实际 那么只说明哥 我练五十多年太极拳我有哪些体会 我只说叫你怎么做 至于这个郭海黄先生问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是不在我们讨论话题之内的 那么今天为什么要说 我们不说理论 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因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和我们太极拳的实际 有一点关系 什么关系呢 就是我们太极拳要回归自然 要找到自然 要找到动物的那种自然的心态 自然的动作 我们要找到它自然 那么你看动物 猫呀狗呀鸡呀什么兔子呀 这些动物 你把它扔在水里 它会游泳 它没学过游泳 而人这种动物呢 它应该会游泳的 按照动物来说 它也是一种动物 并且是一种高级动物 为什么它不会游泳呢 那就是说它这种后天的东西 使它把先天的东西都忘掉了 为什么它知道害怕 知道死亡 知道疾病 知道很多东西 但是呢 它原来动物的一些东西 本人的东西却没有了 或者说很淡了 很少了 所以你把一个没学过游泳的人 留在水里 它会淹死 它不会游泳 为什么 它到了水里以后特别害怕 当你一个会游泳的人 你心情一放松 你看呢 有些会游泳的人 养游 人手脚都不动飘在水上 那种游法 养游 躺在水面上游泳 你看那就是动物的本能了 其实呢就是本能 就是它一放松 它身体的面积扩大了 福利就大了 我不懂科学不知道 这乱说 那么就说远了 那么总而言之一句话 动物和人在太极拳这个关系上 是动物人向动物学 不是动物向人学 这位郭海黄先生说 动物中间有没有会太极拳 这种运动的 而他正好问的是反的 实际上是 所有的动物都会 而是人不会 人不会怎么办 像动物学 人不会怎么办 要找到自然的东西 把原来动物身上 具有的本能 我们想办法把它找回来 想什么办法呢 这个所谓的办法 就是太极拳所说的 炼法 我们所有的炼法 都是为了把动物的那种东西 找回来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实际意义在哪里 那么在于大家 不要把太极拳炼的时候 不要把它炼成 那个外加拳那种动作 要炼到自然就行 有没有效果 不管它 结果怎么样 不管它 这 你就炼对了 炼对了就行了 不要管结果 我们 特别是中老年人 你享受这个过程 享受这个过程 有一句话叫 打人如下棋 为什么意思 我下棋 我也没有用力气 我把这个棋子 拿到这里 我脑子是用的 把这个棋子拿到这里 跟力气没关系 只是用脑子 但用脑子的同时 你手要拿这个棋子 说打人如下棋 它就是用意 不用力 昨天说的那个 昨天的视频 说到意的时候 它就是用意 不用力 那么这个 刚才说的有一点 就是我们的练法 都是动物的练法 动物不会练 但是动物会 那个动作 我们就是找回 那些自然的东西 你像我们明格辽太极 说的蠕动呀 像虫一样蠕动 对吧 或者是像那个猴子一样 上次讲那个 我们在明格辽太极地说手腕的时候 像猴子一样 你看这手腕一松 这个身体都松了 这什么 这跟猴子一样 那不就是动物吗 对不对 好 那么动物界它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讲这个 聊这个太极拳 当然不是说这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不好 我在说这个郭海黄润先生提这个问题的时候 没有明确 这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好问题 是一个好问题 是一个好问题 好 那么说明格辽太极不谈理论 我们只谈实际 实际是什么 今天你听到你的练太极拳的所有的动作 只要你感觉自然 大方向就对了 大方向就对了 今天听到这个 你就得到了 你就得到 就这一点 好 那么关于回复这位郭海黄润先生的留言 我们就回复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关注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